菲律文化菲律早餐 我是男嘉隆 民估109年6月4号星期四 礼拜四的时间呢 我们谈教育 好那今天在我们现场的一位老朋友 真的是很老的朋友 我对话跟他讲了 没有没有没有话没有话讲了 就是那那那那你还在干嘛 我来看你啊 这么久没见面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我们上次是通过 通过电话房对对对对 这个在我们的现场呢 是大脑地图的台湾区的总经理 John 好那因为我们因为认识非常非常久了 那在最近的因为疫情的关系 是疫情改变了这世界 对影响非常大 他让我们过去觉得 觉得觉得好像这样子可以吗 这样子可以吗 这样子可以吗 距离的事情 还有还有点犹豫 就是说真的吗 线上学期可以吗 线上工作可以吗 线上开会可以吗 什么都在线上可以吗 没有没有见面可以吗 不到办公室可以吗 不到教室可以吗 以前都觉得可以吗 可以吗可以吗 那个可以吗 是有点怀疑 所以就是不可以 所以我们就是觉得 每天早上的一定要 一定要把孩子送到一个叫做学校的地方 在那边的关 关八道十个小时 傍晚再把它放放回来 周而复始 办公室也是一样 早上的如果 如果太太没有没有准备准备找 早饭 然后把一个叫做老公人送送出去 叫他开开着车 然后到一个叫办公室的地方 他如果待在家里你可能就觉得不踏实 对他的工作是不是出问题了 是那这这牢靠吗 当老板也会觉得 哎我我在放眼办公室空荡荡的 然后没有没有员工 当老板没有快感 对 其实我想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革命了 其实我们其实可以看教育的一个发展 其实以往的教育 我们从我们说东方人教育 以前是这个奇悦社艺术数码 从以前你要你要你要起码设计的 那个才是一个教育 是到到近期考试 你要成为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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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进士 你要干嘛干嘛 一直一直考试的文化这么这么久以来 其实慢慢慢慢的已经在改变 已经在改变 包括我们108课纲里面提到的 所谓素养的教育 都在改变 到这是疫情的关系 整整大革命 因为其实你不去面对线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未来你势必一定要具备这样的能力 否则你连学习都没有办法学习 好今天我对于大脑地图 台湾区总经理John的访问就到此结束 接下去就跟他没有关系了 因为我对他太熟了 但是我一直想到就是说 让就是说大脑地图 尤其线上学习的后面的那一块 可以出来让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说这个线上学习 因为当我们刚刚在讲 就是说没有到办公室可以吗 没有到学校可以吗 那个可以吗 都是来自于家长的不放心 就是我的孩子如果没有到学校没有面对 当然我不是说面对面的学习 那种face to face 学习可以完全被取代 因为那有属于群域的部分 没错 有有属于人跟人之间的那个有温度的互动的部分 但是他终究会解决掉 你就是说如果万不得已的时候 其实在家里面什么都可以克服 是 好那今天在我们现场还有另外一位来宾 那是大脑地图的资深的课程辅导老师 Monique在我们线上 嗨大家好 你在我问一下 你在你在大脑地图多久 我在大脑地图六年了 这么久 从进台湾我就在了 哇那你的那你的青春都都都都给叫 完全奉献在大脑地图 哦哇那大脑地图地图这么久的时间 那你几乎让大脑地图从无到有你都参与其中 对都有参与几乎啦 好那越后在后台的这一块 是大家对于很多线上学习不熟悉的部分 因为你看到的一定都是花花草草的宣传 一定都是课程 一定是直接你在电脑画面上面看到的 你会觉得这个课程影音的效果 然后孩子感不感兴趣 大概都局限在这一块 好但是后台其实呢是最关键 后台其实就像是课在课堂上的老师一样 真正的在看这个孩子的学习的成果的 以及呢随时在做评估的 跟他互动的跟回馈的 其实在后台老师 是 好那Monica你在你在这边的六年的时间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很多家长在学习上面 可能抱有一些不是很正确的观念 我不能说他错 但是的确也没有人去告诉他们 什么样叫做英文学习 他们应该要扮演什么样角色 那家长就会用他的感觉 我感觉我觉得他太难 我觉得他太简单 我就孩子喜欢 我就孩子不喜欢 所以我们的后台数字等于是把感觉化为数字 让他们可以很清楚知道原来我的感觉代表这些意思 然后这个部分可以怎么样让我去协助我的孩子 你在你在后台的工作 是 你能够描述一下 你从早到晚你在后台做些什么吗 我首先要先看每个孩子这个礼拜他有没有上课 比如说一周至少要上三次 每次30分钟 这个最低的频率他有没有达到 有的孩子是我有上课 但中间会给你跳课 跳课就是 比如说这个课程要完成10分钟 他两分钟他觉得无趣就登出了 会有的孩子比较聪明 他知道老师会看他的后台 所以他就是开着 然后偶尔点一下 你可以照他的滑鼠点几次数几次 去判定他有没有专心上课 这用你都看得出来 对 吃饼干的啊 吐的手在想的啊 其实我都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 但我要提醒他 这不是有monitor在监视你 不是 是从数字上我可以判断出来 那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这个判断基本上80%不会离开 就是不会差太多 对 因为其实他有个大方向 比如说这样的声音课程 通常10分钟里面孩子的点击 是说几次 所以你落差太大的时候 我可以去判定 太难太简单 还有孩子的个性 我们一开始都会先了解 你们如果在连线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回馈的声音 叫一下说 醒来醒来醒来 其实课程上系统有 你都没有点他会说 Hey Are you there 还有问题说你在吗 他会叫你focus讲回来 听起来有点可怕的感觉 但是当你在这样盯的时候 大部分的孩子上课是怎么样情况 其实大部分孩子是可以维持 30分钟专心的 但是所有课程他需要 你要维持你的精确性 然后你的反应的速度要提升 这两个缺利不可 可是变成孩子面对比较难的东西 或是题目越来越深 他还是可以很专心 做很快并且正确 这件事确实有点难度 这代表你对英文的直觉能力要很好 好 我当然在这段访问的时候 我假定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 可能过去听我访问 这样谈大脑地图 你对大脑地图是一个怎么样的 一个线上教学的教材 你已经有一点基本概念了 我先把Monica后台的部分 先让大家多了解 因为这块也是我不了解的 我过去在节目当中谈 跟John谈 John毕竟是当老板的 他给我的讯息 我觉得我不太相信 所以我一定要问你 好 你在实际上面在看这些孩子们的学习的时候 因为你看了这么久的时间 总体来讲 就是说这些教材 因为如果那个孩子最早使用家家 因为我念幼稚园的时候 开始使用大脑地图 对 六年的时间 哇 他可能小学都快毕业了 对 这块的 这个教材 你可能比大部分的家长 比老师可能更少 是 那你对这下教材 你跳开你自己是一个课程辅导老师的立场 你自己怎么看这套教材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你在 你在美国 你在国外 一个英语环境里面会碰到的 当然不完全 因为比如说我之前在美国念书 那去那边大家都比的是适应能力 倒不是比你的英文能力 你越快适应当地人的发音跟口音 你越快进入到状况 所以这套课程的确在前面声音这块整理 我觉得他非常完整 可以帮助你大大提升 在往后的英文学习路上会更加顺利 这个是我常常跟John讲的 我对大脑地图 我觉得我最青睐的部分 你一开始在学习初阶的学习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花很多的功夫 在那个初阶的学习 那个初阶的学习很重要 我举个例吧 就像我们每个人都会讲话 有的人讲得好 有人讲得不好 但是我们是怎么学会讲话的 其实就是爸爸妈妈在旁边一直反复跟你发同个声音 叫爸爸 叫爸爸 你可能要叫他叫爸爸叫一百次之后 他终于愿意叫你爸爸 对 所以爸妈如果比较愿意说话 跟孩子分享 当然孩子语言条件跟天分就会比较好 但有的爸妈如果他也很安静 他就希望孩子很可以侃侃而谈 这件事情就会有点困难 对 所以我提醒就是说 大脑地图的学习里面来讲 他在初阶的 就是说 你完全没有外语环境的孩子 在学习英语的时候 他初阶的时候 就像是一个爸爸在教你发音一样 叫爸爸叫妈妈 你一定你从单音开始 爸爸妈妈 你会发现小孩子 如果你还记得 或者如果你有小孩的话 小孩学语言就这样开始的 他开始发单音 刚开始只要发出一个音 你都高兴得不得了 然后慢慢的开始单音一个一个臭 最重要的是说 他对那个语音 他要能够精准的模仿 然后开始复制 语言才开始有累积 语言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教材 其实都不太符合 这种语言学习的那种的逻辑 包括我们过去在学校里面 学英语 为什么学的不好 等他长大的之后 我才发现 他不符合语言的学习逻辑 我觉得香楼美食提到的一些概念 都非常非常正确 真的哦 真的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做语言专家 并不是因为我们是老朋友 对不对 我不是在夸奖你 我是说真的 因为其实就像刚刚向龙提到 我们为什么称之为母语的学习法 因为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输入了 你才能够把你的声音输出了 就像刚刚我们从小 怎么样学中文的 我们怎么样学 开始开口说话的 照说 我们英文也应该如此学习 可是真的应该是听说读写 这四个步骤 这么简单 这么来就对了 先听 对 你要先听够了 你才开始开口说 对不对 才有能力说 然后进入到读 才能到写 这样一个进程 可是你看看我们从小 怎么学英文的就知道了 我们是从写开始的 我们是写读说听 所以到最后都到 真的到最近 我们才开始 开始在渐渐注重 我们所谓听的能力 要考音听了 要考这些东西 以前没有这个东西的 当然也很好了 只不过是比较慢一点而已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还是希望强调 真的说 我们大脑地图的学习方式 跟一般的学习方式 是很不同的 就像我们刚提到的说 语言的能力是需要累积的 我们绝对不会告诉家导说 你来我们这边 我们保证你他开口 一个月我让他开口说音 我们做不到 可是所有的营养 所有的学习 都是不停的反复的练习 反复的开口 还反复的开始说 你才有具备这样子的能力 所以一定是 take time it takes time 一定是时间的累积 把能力慢慢慢慢累积起 对因为我们这代 我们过去学语文 之所以语文的能力不够好 那没有办法真的 进到外语文的环境 去精准的接收 以英语为基础的 这些的国际的资讯 或者跟人家 可以畅谈一些 比较专业性的议题 就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 去发展专专业语言 其实我们连基本的conversation 能应付 大概就不错了 我们的语言 大概仅止于此 什么叫专业语言 你能不能跟人家讨论法律 能不能跟人家讨论政治 能不能跟人家讨论 比如说像是犯罪 社会安全等等 讨论一些专业理论 或者讨论太空科学 我们完全没有能力 绝大部分我们的语言 根本没有办法 发展到专业讨论讨论的水平 我们仅止于一般的哈拉 say hello 日常的应对而已 三五句就打死 所以那个语言是不够的 我在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 因为他现在是公众人物 我就不提他名字 他考上台大外文系 台大外文系 大家都知道是第一次志愿 文科第一次志愿 到现在都还是第一次志愿 考上台大外文系 大家就知道 你是文科人最top 他外文系修到三年级 被退学 因为他的英语听讲没有过 他听不懂 他听不懂 我说你听不懂 你还学一学英语干什么 他说我就是听不懂 他说你看考上台大外文 他高中成绩多好 他的英文考得多好 可是听不懂 结果英听了三修没有过 被退学 所以如果你不会听 后面其实是多余的 你会再会读 你再会再会讲 都没有用 好 那在后台来讲 以大脑地图 他比较特别 大脑地图不是把一套教材 丢给你 或者线上的你自己读 然后没有任何的互动 在过去的教材 多半都是单向性的 他没有说要双向性的 你会你感觉不到老师的存在 所以过去的教材 甚至于把整个交给你 带回家一个录音机 你自己慢慢听 找其他教材 就是这样 你听得好不好 其实我东西已经卖给你的 其他都无所谓 我也不用去评估 这个教材到底 丢到你唐强龙的身边的时候 你唐强龙有没有好好的利用 我坦白讲 那些教材没有一个效果好的 如果你曾经买过 你就知道 他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其实没有用 但是现在的大脑地图 他比较特别 第一个他针对小孩子开始 从很小就开始 你千万不要说 我什么时候开始用大脑地图 我认为越早越好 我坦白说越早越好 当他开始你准备叫他 希望他能够开口说话 叫爸爸妈妈的时候 我认为都可以 因为他基本上面 他是他一开始的那些的课程 他都是比较游戏的设定 你在用的时候 基本上面跟你在玩game差不多 但是他的发音 即使是用电子的合成的发音 其实那个精准度非常的重要 我其实这点我还 我一直没有跟这样讲过 就是说你想一个教材 网路的教材来讲 他又不是真人教的教学 他的发音如何在电子声音当中来讲 能够精准 尤其是子音的部分 那不太容易 对所以说我们才强调所谓的输入 你反复的听 你反复的刺激 你能够去分辨这些声音 你如果连声音都分辨不出来 那你何况去开口表达 去把这些声音发出来 发到标准 你做不到的 所以你有了足够的输入 你有足够的刺激了 你才能够抓准这些声音 你才有办法把他 pronunciation做得很漂亮 把发音发的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之前也常常聊到说 你为什么好像英文有的人不不强调发音 反正能够沟通就好 没有错 你可以做到沟通已经很棒了 可是你既然都已经做到这样子 我们就说 甚至能够做到75分 你何必要去就于60分 你就一直往上去累积 去去去去成长 把发音做得更漂亮 发音其实这个呢 可以说是一个弱项 我们很多人的发音 其实还是有点问题的 比如说我们说 我们说LINE就好了 现在大家都要用的LINE 就说LINE 就LINE过去了 你赖我不是的 台湾人叫LINE 对后面的尾音 拜托拜托 大家其实小地方 我们不要去把他舍弃掉 很可惜 很可惜 把英文把它做好 做漂亮 发音其实没有那么难 没有那么难 对 我昨天在带我们家小孩 在在在看马云的故事 是 你想马云 马云考考高考的时候 第一次数学考一分 第二次考十九分 所以他考考三次才可才考上 他找工作几乎都被拒绝 他申请了哈佛 他说他申请了30次 都没有用 但是他的语文还不错 大家都知道他靠的语文 他靠的很积极的去学语文 在他出生 他跟我童年 可是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大陆是一个封闭的环境 偶尔有外国人来 他看到说高兴的不得了 他就自动的去当人家的导游 他的很多的人脉都这样建立起来的 他到饭店门口主动的说 我不要钱 我当你的导游 我带你去哪里玩 一个小孩子 大家也没有戒心 就这样子认识一些朋友 他的语言这样训练起来 你听马云 不管他的发音是百分之百准 可是他在许多的国际场合当中 用很流利的英文去表达 去对话 这件事情是没有疑问的 这跟他是不是有很高的学历无关 马云特别强调 就是说 请你们那些好学校毕业的 给我们这些烂学校毕业一些机会 他们里面有可能是马云 对不对 好 所以语言非常的重要 Monica 你们在线上的时候 因为孩子们从大脑地图进来了之后 他是看不到你的 对 那在后台的时候 Monica却在关注的你们 是不是从他们一上线的时候 你们就开始注意 其实他们随时有没有上课 因为每个孩子上课的时间不太一样 20小时随时都可以上课 就有的孩子 他可能中午就下课 他一点就开始上课了 他就是晚上才上课 所以我这边会知道他谁上线了 他一下线我就会收他的分数跟表现 所以我很快可以知道 你刚刚那30分钟 有没有专心 那如果专心或者是不专心 除了系统给他的回馈之外 你会做什么 我其实需要去引导他 就像我们一直谈到家长要做的几件事情 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 当一个适当的引导者 我其实没有要教你 可是我会从你的后台知道 原来你这些发音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嗯的声音 你如果听不清楚 那有可能在其他句子里面会有单字出现的时候 你就会做错的 错误率会很高 那我去评断一下 我这部分我要怎么去引导你听到这个声音 比如像M 我觉得说你有没有听到后面嘴巴有闭起来那个嗯的声音 一个是嗯的声音 是不太一样的哦 那他引导他们去专心听之后 他们在后面听句子才会比较顺 所以我没有要教你 我只是引导你一个方式 让你做这件事情是对的 然后会持续 对 Lime跟Lime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一个是水果 但因为台湾老师都会教N 台湾老师不太会教N这个字 没有错 就是如果如果老师自己的发音都不好 那你怎么去教孩子 所以有时候我在我在我在用大脑的地图 特别那时候带孩子在用大脑地图的时候 我自己看的时候我很惊艳是因为 我觉得他对孩子的那个那个听力的辨识 包括像我这种老头子在旁边听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其实如果我们小的时候有有这样子的一个语言的系统 我认为我们今天的语言的精致度会提高很多很多 我说的是精致度了 你也许你会觉得我ok啊 基本上跟老外的这些哈拉是可以的 可是那个精致度不够的时候 你除了发不出漂亮的音的之外 老外讲的如果太细微的地方 我们常常听老外在讲话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刚才在讲什么 因为那个字从你耳朵过去的时候 confused 对 尤其是过去是有加ED的时候 对 你就confused了 因为你像是过去是加ED 那种的那种发音都非常轻 非常轻 甚至于就像一下子就过去 你没有习惯性的去辨识那种声音的时候 然后你听的时候你容易产生误解 你也发发不出很漂亮的音 这个部分的原因的有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学英文的方法 我们学英文是一个单字 一个单字 对啊 被单字 一个chunk 被单字 一段一段的去学的 而不是整句去学的 所以其实你在学语文的时候呢 其实像我们的我们的部分 除了帮你做声音的归类 很多很细微的声音的分类以外 我们很多的是整句整句 啪啪啪啪 一句一句的给你 一句一句的给你的时候 其实你的英文的 你的抓取的能力 应该是整段整段来着的 而不是一个单字 一个单字来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听老外讲话的时候 我们很困难 因为我们要努力的去厘清 他到底说了哪些单字 那你一个一个去抓的时候 你人家啪一句人说完的时候 你当然来不及 你根本反应不过来 你听不到他在说什么东西 这就是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强调说 你的抓取的能力 你的听的能力很重要 因为你在学英文的时候 事实上是一句一句 整句 比如说我们说not at all 他其实是not at all 三个字连在一起 可是你学的时候 应该是not at all 连在一起学起来的 所以你当听到老外说 not at all的时候 比如说thank you very much not at all 你抓到时候 你是听一整句听起来的 那你学起来的时候 你就是知道说 OK 其实他是这三个字 可是他其实声音 是全部连在一起的 这样子 对我们整个的英文的学习 尤其是你在抓取的能力上面 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这大部分的日常的对话的语速 都会比较的快一点 他不会像是课堂上这么慢 好像把子音发得很清楚 跟你听懂 所以为什么你在实际上面应用场合 或者你在看电影 或者看现在的很多的 因为现在像我网路非常的方便 你要接收到外语的机会太多了 你要看到最及时的国外的新闻台 你都可以看得到 你真的有心 你大可以每天不停的看 让自己身在一个全英语的环境里面 你是办得到的 可是有没有人去跟你互动 去跟正你 从小陪你正确的发音 那还是很有差别 好 今天礼拜四的是时间 那在我们现场的大脑地图 大脑地图除了长时间 你在费得的摸网 费得早餐 你会听到大脑地图的广告之外 那Bren Mat 他叫的 他是一个美式的英语的教材 那这个教材本身 有他属于认知学习当中的 一个自己的理论基础 这个理论基础 从你的发音的辨识开始 那带着你从很小时候的 一步一步学习语言 在我们现场的大脑地图 台湾区的总经理 还有今天第一次来到 我们节目的现场 大脑地图的资深的 课程辅导老师 Monique在我们的现场 回来之后 我去请教Monique 因为后台除了 除了看孩子 线上的学习的状况之外 那有一些是 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有电脑报表出来 这个报表是 学生也好 家长也好 其实可以看得到的 那知道你这段期间 学习的效果如何 教材本身 对你每一天的学习 他都有个分数的评鉴 当然做的很卡通了 就是基本上让你 不会枯燥 但是家长们 可能更想要知道 我的孩子到底是一个 怎么样状况 所以你们也跟家长 有这样的沟通的系统 这个沟通除了 除了透过 透过这个 就是说这种的 电子的讯息的传递之外 你们也会打电话 跟家长沟通是吗 打电话后连线都有可能 OK好 我进到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跟John和Monique聊 非常不好 非得早餐 我是Dangelo 好 今天礼拜四的时间 我们谈线上教育 英语教育 来在我们现场的大脑地图 台湾区的总经理John 还有今天第一次 跟John来到节目的现场 过去我也看不到他们 因为他们都在后台 那资深的课程辅导老师 Monique 那大部分人 如果你没有使用过 这些教材 你很难想象出 为什么还要有一个 课程辅导老师 教材就教材 线上电脑打开 连上线之后 我就学多少 是多少 就下线了 那你不会接触到任何人 也不会跟任何的 这个线上的教学的系统 有任何后台的互动 不管是真人的 或者是语音的都一样 你基本上不会接触到后台 可是大脑地图的后台 是会跟你接触的 那这个接触 会让你非常像 像是一个英文家教的感觉 就是这个家教 学生上课的时候 其实家长 即使不在旁边 你不用担心 这一点很重要 当然如果 我觉得家长 如果能在旁边也很好 因为会让孩子 学的更有感觉一点 那今天我不再怎么办 没有关系 就是说让你知道 就是说 只要孩子上线了之后 他就在 这个刚刚讲的 Monique 在他们的后台的 一个监控范围之内 他们随时知道 这个孩子 你的孩子的学习状况如何 今天为什么谈线上学习 刚刚讲到 就是说当这波疫情 他大大的改变了这世界 线上的不确定性 基本上都被丢开了 现在很多知名的大企业 对于线上工作 对于线上开会 线上学习的接受度 大幅的提高 以前那种半信半疑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不得已大家都能接受了 所以线上的时代 真的到了 我觉得这个是新冠 新冠疫情对这世界最大的影响 线上的时代真的到了 好那你们 你们你们针对这个 就是说呢 这个疫情 我不晓得大脑地图 有没有 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改动 跟跟准备 在防疫期间的时候 孩子们的线上学习有什么改变吗 没有 其实上课更勤快 因为都在家里 没有什么事情做 就会被请去上课 或是他们安排更多时间做线上的练习 就被逼了 看得出来 其实我觉得很好 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大脑对课程很漂亮的地方 在于说 我们没有错 我们课程是一年一年的提供 就是你一次买课程 我们就买一年 可是在这一年的时间内 我们没有限制你任何的进度的 只要你能够花越多的时间学习 你的学习效果就越棒 那你的per cost 你就每次上课的成本 相对来说就越低了 所以在这段疫情的期间里面 我们也发现到说 孩子他们上课上的多了 上的越勤了 那这样子我们就对他们的学习来看来来说 是越棒的 他们学习的效果越好 那如果没有使用过这套教材的 我要请John的补充 因为这个教材 他不是只针对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很初阶学习的孩子们 是 因为这个教材可以 大概可以延续到高中甚至之上 对 其实我们的课程 他在美国的设计上面 还是for k to 12 也就是k就是所谓的kindergarten 又又是幼儿园 一直支援到美国的12年级 美国的12年级 对12年级 美国的12年级高中毕业的语文的能力 大概比我们大学研究所都要好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知道他的他的支援度是非常非常广的 其实就像刚刚讲的提到我们有没有年龄的限制 其实我们也没有所谓的年龄的限制 只是说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就是对于幼儿的部分 因为他的整个的界面比较倾向于游戏的界面 在初阶在所谓的entry level的时候 他们一进来的时候比较偏向游戏的方式进行 所以对于孩子的学习上面来说是特别有帮助 所以我们主要是focus在6岁到12岁这个阶段 在大点的孩子可不可以 可以啊 当然成人也可以 我们也有一些是爸爸妈妈带的孩子一起来学习 没错啊 我我就想说一定有有很多的父母亲是觉得一人吃两人 两人不 可是对不起啊 这分开来的哦 你的这个account都是分开来的哦 那没有关系啊 反正我跟着小孩在旁边 如果我的语文基本上面就不怎么样 对 那就跟着小孩子就一起学就好了 最好还可以来个competition 来个互相的竞争 对 这样子可以更应许 我觉得那个对孩子来讲更有兴趣 因为我记得他到了比较成熟的单元的时候呢 他会给你就一段一段的文章 对对对对 然后叫你去读文章 读文章之后呢 每次呢他会辨识你的发音 会给你一个分数 给你一个成绩 你要能够呢读到很流利的时候呢 OK你那篇文章才算过关 我就读文章的时候呢 不只孩子了 我就父母亲呢 可以跟着读 跟孩子比较一下 我曾经试过 我才我才发现我的发音比孩子差 因为这个很现实 因为因为系统一打成绩的时候 你发现同一篇文章 我以为我OK 我发音一定比我儿子好 但事实上并不是 他读完之后呢 其实他的流利度 发音的精准度其实比较好的 对因为刚刚向龙提到的 这个是我们另外 就是第二部分的一个课程 我们前面称之为输入跟输出嘛 因为你声音的输入足够了 你看看开始要慢慢练习的输出了 你开始开口说了 那这一套课程呢 是在输出的这个课程的部分 我们叫做这个reading assistant 那么这一套课程呢 他在帮助你 他等于是类似像我们去唱卡拉OK 有一个导唱的功能 OK 你在念一篇文章 你的熟悉度不够 或者你念到某一个单子 不会念的时候 我们系统主动出来告诉你 这个单子怎么念 那他的分数呢 他都有一个评断 他是即时的 一个 第一个 还是即时的语音纠正系统 你念错了 我们系统告诉你怎么念 第二个 你每一天读本读完了 我们有个数字出来 这个数字叫做WCPM The words correct per minute 你每分钟可以正确 而且有力读出来的字 对对对 那这个部分就反映到说 你不是光皮皮啪啪啪 念完就带过去就好了 你的精准度 那有点难的 那个字有点难 对不对 你的发音对不对 也很重要 那整个的流利度出来 我们才有一个评分的标准 那最后包含还有一个quiz 你对这个读本 你是不是能够了解 他所有的内容 所有的意思 还有这样子一个test 当然大脑地图的这些呢 教学是全英文的教学 是OK 就是全部都是英文的 如果你说 那我英文完全不懂 没有关系 就是初阶的学习的部分 其实就是刚刚讲 语言的学习过程 不可能一开始你就听得懂 但是开始呢 变是止音变是单音 那个是很重要的 好那 Monica你们在后台的时候 除了孩子之外 你们跟家长是怎么沟通的 我们其实都会定期 基本上我们沟通很频繁 我们只要发现 数据上有点改变 是有意义的 比如说他进步了 或他持平 然后我发现他持平的原因 我们第一会先用line的部分 先跟家长 可能先丢一下他的图表 告诉妈妈说 他们最近有上课 然后哪边就碰到问题了 需要家长去帮我们 引导一下 或是了解一下 实际上上课的状况 然后有需要的话 我们会再约连线 我带你看他的报表 我们来讨论一下 他在家里上课 在我数据上看不到 另外那一面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我这边可以怎么协助他们 比如说孩子很多是 到后面课程比较难 他没有耐心 可是英文学习需要耐心 其实比就是耐心 你走得越久 累积的东西当然就越多 那中间还有一些东西是 英文学习是360度 所以不是只有大脑地图一个 你平常生活上还是有些连结 而这些连结 家长要怎么做 我们会给他适当的方法 比如说这些幼稚园的小朋友 家长要先引起他的动机 比如说我们就有这样 可能暑假寒假 以前过去带他们去迪士尼 那迪士尼那些人偶都是讲英文 所以孩子发现 我英文如果学好 我可以跟他们打招呼 就会引起他的动机 回来想要好好学英文 这就是一个 那大典小孩可能透过 线上的一些游戏 认识一些外国人 在玩游戏的时候 他们可能要对话 这也会引起他动机 想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在很多学习上面 不是一直限制孩子 不能碰这个 不能碰那个 其实应该要提供他一个正确的方式 比如说线上游戏 有很多是家长会评估过 觉得其实OK啊 可以冲到孩子一些独立的思考 那就安排这个时间 让孩子去接触他 从中间也可以获得一些英文学习的动机 他才有可能继续做这件事 那家长要做到另外一件事是引导他 比如说很多家长会跟我分享 我放英文卡通给孩子听啊 可是我觉得他听不懂 所以我就不继续放 不会因为他听不懂 其实你就一直放着 让他自然听就好了 对 或者是你可以跟他讨论说 好你不要跟我讲 刚刚那故事整段来说什么 你可以告诉我主角叫什么名字吗 刚刚你听到最有印象单字是什么 一点点就好了 他愿意跟你分享就好 你就相信他有听得懂 你不要去就是question他 说你真的听得懂吗 你确定吗 其实孩子久了是不会舒服的 但这种语言的学习最重要还是环境了 你要先创造出那个环境来 那线上的学习的线上的环境 他很有弹性 必要的时候呢 他们也会做真人的沟通 不管是跟家长或者跟孩子 那让孩子会感觉到他在线上的时候呢 他不是lony 是的 他是有人在陪伴的 有很多时候一个人面对一台机器的那个学习 不管你的课程设计的在活泼 其实是很单调的 因为你终究知道他是一个机器 但当你知道的那个线的另外一端呢 是有人呢在watching you 然后呢同时呢会跟你有互动的 他的那个课堂的感觉的真实感呢 就会就会出来 这个是我觉得大脑地图的线上学习 跟一般的这课程呢 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对 我要进广告 广告之前我问一下 问一下 问monic就是 你这六年的时间 使用大脑地图的孩子 你要很诚实讲 你觉得他们的学习的成果好吗 我必须说他们听力真的进步非常多 非常多真的吗 我说的非常多是 他们会有习惯打开耳朵在听英文 这件事这个习惯非常难被训练起来 但他们因为长时间的被老师引导 这件事的确可以做得到 你不要因为这样在旁边 我是很认真问 就是因为你看最多 你看最多 你比这样看更多 那这些后台 或者你跟这些孩子的接触 你比较能够清楚的知道 哪一个孩子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到底他实际上的程度的提升如何 但是我必须要说 这件事关键在家长 我们待会可以来好好讨论一下家长 需要扮演什么 这个很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孩子在学习的时候 后台虽然有人在帮他做评估 在看着他 课程基本上也随着孩子的能力的进度 就是系统会慢慢的就upgrade 让他带着他上来 那个学习不会枯燥了 如果让孩子一天半个小时 坐在那个地方 开始做语文的学习 那个不会难 那家长该做什么 进广告回头做 继续跟在我们现场两位的来宾 大脑地图台湾区的总经理John 还有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资深的课程辅导老师Monique 广告回头做继续跟两位聊 非常棒的早餐 我是男嘉龙 今天礼拜四的时间 我们谈教育 但叫现在教育五花八门 它不只是学校的教育 也不只是孩子的教育 包括成人的学习 很多人在学校的时候不太用功 比如说我刚刚讲马云 马云就说我在学校的时候 后来都很后悔 很多东西都没有学到 到了我们这年纪就会更后悔 就是说我那在学校到底在干嘛 好像很多东西该学好都没有学好 等到真的要学的时候没有机会了 现在的线上的学习 大可以弥补你缺憾的这一块 现在要营造出一个 语言的学习环境比过去容易 尤其在线上 我每天看一下CN的广播 看一下Fox News 这个在过去非常难 现在线上的这些报纸 每天的时间 我要看New York Times 看Wall Street Journal 他大概都随随可以说送进来 多到你看不完 可是你终究你要能够听 要能够说 这才是最基本的 读跟写那个是后面的部分 你要能够听 好那听的训练 你从小就必须要训练起 否则就会出现了刚刚Monique讲的 你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 其实最真正考验你的是你的适应力 你能不能够听得懂人家在讲什么 因为美国的人种复杂 南枪北调 你不要以为每个人都知人枪 不是这样的 你发生他们讲的话 跟你在学校里面老师发给你音就不一样 完全不同 因为那都是很口语的 那你说那大家口语音不同怎么办 这个你就发现就是说 那种对于语言的细微处的辨识的能力就有关 我如果面对到 比如说我们过去住眷村 眷村的老伯伯讲国语 那个从巷子头到巷子尾 每个人讲都不一样 你同样一句话 他们好像都在讲不同的语言 可是你为什么听得懂 因为你的细微处的东西 你有抓到 而且你一直从小就接触 没有错 你从小听上听习惯了 所以这个用四川口音 那个用湖南口音 那个用什么口音 讲同样一句话 你都听懂了 因为口音不同 可是那个语言的元素在那里 这个是我觉得大脑地图厉害的地方 好那刚刚讲 那家长要做什么 其实当我们的家长很轻松的 因为你不太需要介入太多 我们首先讲的是 孩子上课 其实我都会请家长 不要在旁边看他 因为其实孩子会 第一年纪小孩子会有依赖感 我都不要听 我妈妈就好 妈妈就会帮我回答 那再者是因为家长 很多家长没有办法看到孩子犯错 他会觉得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怎么会答错 但答错当下可能状况有很多 没关系这部分 交给我们后台老师来去评断 再告诉你就好了 你不用当下马上就介入 让他们觉得 反正我答错就会被骂 那我就 要嘛就是我专心 要嘛就是我不专心 会有很多情绪问题出来 所以我们在前面 要先解决小孩的学习情绪 然后呢 先了解一下他怎么上课的 那家长部分 你只要当我们的眼睛 帮我们确定他一周 有没有上三次 每次有没有上晚三十分钟 有没有专心把 比如说该上厕所的 该吃点心的时间 都前面或后面就做完了 不要在那三十分钟上 上起来就上厕所 是 对 那这个部分只要维持好 后面交给我们老师 来帮他们做一些 比如说约定 你假设你一周三次 我发现你需要多一点的练习 你也可以做到 我觉得说 那我们来四次好不好 我跟你约定好 这样只要确定 你孩子有做到真实 就可以了 那不同阶段的话 我们会给家长一些建议 比如说他从第一阶段听声音 到听句子 接下来进阶要到听段落故事了 可是孩子过去没有这个学习的习惯 听段落故事 包含童话故事 都是用看字或看图片 那我可能就会引导妈妈 这个时间点 比如一三五上大脑地图 那你二四 可能花三十分钟 我可以传link给你 有一些故事 是适合他现在听的 去帮他做后面课程的衔接 你可以让他在生活上 多一点连结 所以什么时间点 这样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其实都会给他建议 所以其实妈妈只要 家长只要愿意配合我们 孩子的进步 六到八个月 就会很明显 那因为刚刚讲都是 家长或者孩子 在电脑前面 在家里面被动的 等你们去接触他们 他们可以主动接触你们吗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 任何时候都可以吗 除了 对不起我们不是7-11 上班时间 我任何时候都可以 就是说 在上课的期间 正常的上班的时间都OK 对 而且你们下班都很晚 对不对 对我们下班都很晚 对因为通常孩子们 大部分都是放学之后 才开始上线嘛 是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我一直 我一直忽略 就是我觉得大脑地图啊 其实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幼稚园 是 私立的幼稚园 我过去比较重视在小学 中学阶段的学习 因为我们的英文学习 几乎都是从小学高年级以后才开始 但是我觉得太晚 那如果像是幼稚园 台湾有明明有很多的 贵族式的幼稚园 或者是说像一般的私立幼稚园 现在有幼稚园去想到 就是说 他们应该有一个像大脑地图 这样子的一个线上的学习教材 成为他们的他们的校园里面 我们当然非常希望啊 如果真的有幼稚园 他们愿意来跟我们做这样一个课程的介绍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一个 幼稚园 我们正式的幼稚园 把课程植入到幼稚园里头去 或者是小学 或者甚至中学都没有问题 都欢迎来 直接来跟我们联系都可以的 对 我觉得如果幼稚园 比如说有一家的幼稚园 他的诉求里面 就是包含了大脑地图的课程 我觉得对家长来讲 应该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忙 就是不见得 因为你要老师在台湾 我哪个幼稚园说 我有外籍老师 你要知道外籍老师流动性非常高 对 第二个老师良幼不齐不说 绝大部分都是幼了 我说了良幼不齐的时候 我就很诚实跟你讲 他不是良幼不齐的 我大部分都很幼 良的不多 所以你的这些的外籍老师 本身到底靠不靠谱 能不能在你以为的 这个双语幼稚园当中 能够让你的孩子 培养好的双语环境 我非常没有把握 对 我觉得外师的问题是这样子 他只是老外 英文对他来说是母语 是的 他随便开口都是随便说都是英文 问题是他具备母语的能力 可是他是不是具备会teach的能力 他如何去教 如何去引导孩子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疑问 并不是说你只要看到老外 就觉得老外好帮帮 你就觉得要跟他学了 我觉得还是要抱持一点点问号 OK 当然如果说 如果在幼稚园的阶段 特别在幼稚园托儿所 孩子开始要学习语文的时候 我觉得大脑地图的课程 可以帮很多忙 我觉得如果一个幼稚园的课程 他能够把它跟大脑地图 结合在一起 对幼稚园本身的教学来讲 我觉得也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但这部分好像大家想的不多 来 但是不管怎么样 感谢今天到我们的现场的 如何加强的父母跟孩子的 英语的自主学习 尤其在一个网路 在线上的时代大爆发之后 这些线上的学习 其实已经可以落实在生活的层面 在过去你都觉得它是一个辅助 但是我觉得今天可以成为你学习的主体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大脑地图 台湾区的总经理John 还有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 大脑地图的资深的课程辅导老师 Monique 感谢两位 谢谢 好 所有的相关的 如果因为大脑地图 偶尔你在非得早上听到广告 广告的时候那些讲话的那小孩子 其实都不是去特别挑的 绝对不是 那都是大脑地图的孩子 都是从无道友在学习语文的孩子 那你可以去听的时候 去感觉他们学习语文 也许还有点坑坑巴巴 是很深色 可是当他开口讲的时候 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其他细节的部分 大家可以在网路搜寻大脑地图 可以直接找大脑地图 你可以找到John 你也可以找到Monique 感谢两位 谢谢 谢谢 那我们进广告回到新闻